護理人員親自送藥到病患家 也有醫院志工為獨居老人 送上熱騰騰的便當 但未來這些工作 都將由醫院的防疫工來接手 疫情影響白宮百葉都受到打擊 彰化今年首季失業人數 已到達1141人 放無薪假的人也有1112人 彰化圓榮醫院提出已公代證的方案 協助醫院防疫工作 市處50個名額 才開放兩個小時 就有不少人報名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公司現在都在放無薪 剛好圓榮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來這裡做個兼職的工作 原本從事印刷業的張小姐 因為廠商在大陸更被迫放無薪假 這邊有剛好提供這個工作機會 然後我想說可以過來這邊試看看 醫院50個短期就業機會 讓受疫情影響而失業的民眾 就可以以時薪158元 協助醫院防疫工作 例如量體溫消毒 或是為社區獨居老人送餐 有藥是資格的人更可配合 為病患送藥 不只如此 醫院擔心不少人因失業 經濟陷入困境 提供免費就醫服務 我們要盡力下社會責任 我們也覺得說能夠拋磚引玉 能夠啟動社會的互助機制 讓社會充滿溫暖 院長說醫院也是疫情受害者 但他希望先跨出一步拋磚引玉 還會每個月拿出100萬元 作為急難救助金 希望助社會渡過疫情難關 記者陳盛偉公寓的李雲傑 彰化倉報導 我們也知道